是不是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我觉得超级美 真的挺适合 我就会显得我年轻 大家好,我是安达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我订的Acne Studio的两件大衣 我就想顺便把我所有的大衣就分享一下 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穿大衣的人 我大部分时间穿羽绒服 所以我大衣不是很多 虽然今天到了两件 一共才有五件 我的大衣只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Max Mara 还有今天订的Acne Studio 有一些都不是今年买的了 所以我不确定你还能不能买得到 如果买不到 就当借鉴一下 然后看一下款式 也可以找这个类似的款式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 这个Max Mara的大衣 它也是我最长的一款大衣 你可以看一看到它这么长 那这件大衣它是羊驼的这个面料 我喜欢这个面料原因就是它比普通的羊绒和羊毛更要厚一些 更保暖一些 但是重量也不轻 稍微沉一些 它就是有这种丝断的光泽 就当太阳照过来的时候 那它这个光泽就特别的好 那我就选的是经典的驼色 它是这种睡袍的款 就是一个扣子都没有 它不是那个Max Mara家 那个最经典的就是腰疤什么什么 不是那一款 要比那一款要稍微修身 它不是那么oversize的 特别是肩部这里都是比较随行修身的 会显得你比较瘦 背面是有一个腰带 也是往前一系这个睡袍的 也可以就是说你系在后面打一个蝴蝶结 我一般平时都是系在后面的 大衣的底端呢是有一个分叉 就是穿很多年都不过是 然后也非常经典百搭 那这件大衣呢也是Max Mara的 然后它就是一个短款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长度 稍微能盖住屁股的长度 我买了就是从来都没有洗过 因为一个冬天也穿不了几次嘛 然后你看它背面的设计就蛮有意思 它是一个就是比较高腰的设计 是这种散摆的 所以你这样穿上之后 从后面看你的那个身形就会比较好 就是挺显苗条的 就有点长西装的款式 然后也比较暖和 所以这是百分之百那种脱绒的 你看也有那种光子 我就能撕断光子 我觉得很好看 但是这件衣服也不轻了 然后是一个全黑色的 袖子这边就是带一个扣子 但这个黑色有一个麻烦 就是它脏一点点 然后特别明显 然后也可能会沾一些毛毛 就是不如那个驼色的耐脏啊 这件是一个Max Mara的 像是斗篷一样的 那这件大衣的成分是 90%羊毛 10%兔 它是一个藏蓝色的一个小斗篷 我觉得还蛮百搭 然后它的这个薄厚就非常非常薄 现在冬天肯定不能穿 就是刚入秋的时候 或早春的时候 可以搭在外 这件衣服呢 就是完全散摆的设计 它有个腰带 然后从后面穿过来 穿到前面 然后侧面出来 那你要穿的时候 就把侧面两个腰带 在中间一翻 会形成一个散摆的 然后很优雅 很公主的那种感觉 上面也没有什么扣子 待会我也穿一下 它的袖子特别大 你看这种完全散开的 也是七分袖 就是你会露出自己的一肩胳膊 这样的一个披肩 这两件就是我很喜欢 今天刚刚收掉的 Acne Studio的两件大衣 它打折了 原价好像是1100多少 打完折大概是500块钱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 它的面量呢 是85%羊毛 15%羊绒 薄厚的感觉 就是属于那种偏薄的大衣 但是它是扩型的 所以你里面可以 穿的稍微厚一点 它是一种宽松的样子 我会都穿上给你们看 然后我一看它打折 就把两个颜色赶紧都买了 我买的是三四码 其实我觉得我穿三二就可以了 但没关系 这种扩型的 就可以稍微肥大一些 然后我个人呢 是特别喜欢这个 怎么讲 橘粉色 它和官网上的那个颜色 有一些差异 我觉得这个橘粉色 就衬的我的肤色特别好 然后显得人很年轻 它也是有一根腰带 你看它这个腰带是这样的 就上面有个大扣子 然后它和另一根这个 就随意搭一套 袖子也比较长 就是你可以玩起来 它整个的这个袖子是扩型的 背面拼接的这种感觉 就都很好看 我稍后也穿给你们看 它这个领子就是那种很大翻领的 就是穿起来显得很有质感 然后这个灰色我也很喜欢 这个颜色也很高级 特别里面你穿一身黑的时候 挺好看的 但是因为其实灰色大衣还是挺多的 各个牌子都有 所以我可能考虑就把这个灰的退掉吧 然后这个粉色我超级喜欢 我觉得穿上很简历很好看 好那今天我新买的这个大衣就算开箱吧 还有我以前收藏的几件Max Mara大衣 也展示给你们了 那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